OK,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就是Folocab的部分 因為上禮拜其實自由軟體 鍾老師有稍微提到 那這個部分軟體的話呢 您也可以到我們這裡來找 您在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有放一個檔案 對不對 這裡呢就有我們的這個Folocab的軟體 這個是免安裝的 所以 您回去下載下來之後直接解壓縮就可以用了 解壓縮就可以用 那它是一個小驢子 在這邊 好,我把它扣進來一下 我這裡有 這個是上禮拜 我們開兒童班的 好 OK,那這個呢 您直接解壓縮按右鍵 7zip 解壓縮致詞就好了 那個資料角我幫你留著 OK,出來了 打開 裡面有一個小驢子有沒有 好,點兩下 執行 那麼如果說您現在呢 掃那個練習圖檔的話 我這裡也有放 在這裡 您如果要從我這邊下載 您可以右手邊這裡連結 好,檔案這裡 有沒有一個練習圖檔 這個40幾MB 所以下載一點點之間 好像43MB 那你如果說沒有 你想要先暫時拿來借用一下 沒有關係 好,我就把它放到這邊 一樣 按右鍵解壓縮 支持 好 那麼我們Photocab打開之後 通常我會比較喜歡 在下面這邊 變更一下資料夾 好,這裡 變更一下 那我就可以 切換到我比較常用的那個 資料夾裡面去 這樣是不是就都看到 這裡有123 這樣就看到比較清楚 好,如果說 比如說 我想要怎麼樣 加上這個套外框 好,加進來 那 加外框 好,那 你可以看到點一下 有沒有,就一個圖片了 事實上加外框呢 它有分幾種 有分幾種 在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分成四種 這裡有分成四種 第一種的就是 一張圖 一個框 那麼 相對應它的 就多圖 就是一個框框 裡面呢 可以放很多張 可以放很多張 所以呢 像這樣子 你做好了 如果我點的是這個 點的是這個 比如說你看我點了它 是不是旁邊這裡還可以放一張 你就可以來這邊 來選擇 好,來選擇其他額外 它告訴你這個可以放幾張 好,可以放幾張 所以我從這邊 我就可以找到 我裡面的 這裡 比如說我還想放這一張 OK 這樣就進來了 那麼 這張的大小 你可以從這邊 就是如果你想要讓它 頭大一點 對不對 或者位置有稍微改變 你可以點到這個 再做調整 這樣有沒有 好了之後你讓OK 這樣就有了 好,這是一種方式 那麼 你也可以 像這樣子 好 你看呢 其實這個一樣是加外框 可是它也叫遮罩外框 遮罩外框呢 都是什麼 黑白的 都這樣黑黑的 那 遮罩呢 就跟 英文叫Mask 所以 女生就會比較熟悉一點 晚上都有 剩下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那個 呵呵呵 面膜 對不對 對,所以呢 它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黑色的會變透明 白色會留著 那麼 如果是灰灰的 或漸層 就是什麼 半透明 會變半透明 那 為什麼一定是 後面一定是白色 不見得 這裡雖然變白色 可是你可以自己選擇顏色 好,可以自己選擇顏色 所以你點到哪一個 它有沒有 就可以加上這樣的效果 其實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 多圖外框也好 或圖面框 照相管 事實上有在做這件事情 有,只是他們是有版權的 所以它不會說 拿一些 很流行的啊 Hello Kitty什麼 它一定哪有版權的 因為它是公開販售 好,公開販售 一樣的你會覺得OK 按下去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照片你可以加上一些效果 那這是 第一種 你覺得比較 常見的方式 那麼我們在這邊 也可以怎麼樣呢 你看喔 好,比如說這個 把它加進來 好,你看這裡 剛剛是加外框對不對 有沒有一個叫套模板 好,你選擇一個你喜歡的 套模板跟 剛剛加外框很像 但是呢 有一個很大不一樣 當然你要注意一下不要上這裡 這裡比較危險 對不對 你挑一個 OK 好了之後呢 你如果直接按OK出去 這樣跟你用 加外框 沒有兩樣 但是重點在於說 我們如果你用這個 你這個地方會勾起來 有沒有下面有一個勾起來 你們 你們 上禮拜再上的時候 鍾老師有沒有講到這個 有對不對 有勾起來哪裡不一樣 你的這些塗層會留著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這些字都留在這邊 所以今天 你哪邊你覺得有問題有沒有 我怎麼樣 這個字我不想要 你可以把眼睛關起來 也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 這裡 這邊 這個 好,這裡我把它關掉 或者是我直接按上面 垃圾桶把它刪掉 都可以 都可以 那麼 那麼 我們如果剛剛是加 加外框這個是完全都不能改 它內容那些通通都不能改 好,就不能改 所以你就會比較 覺得說比較不好 做調整 好,所以 模板這邊事實上是比較好用 那麼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還有影像物件啊 向量物件啊 那這些呢 都可以把它丟進來 這些都是去備好的 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在 各位如果你用手機的APP 也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效果吧 你可以自己加一些圖啊 對不對 好,就是像這樣 那它都已經是去備好的 好,都是去備好的 這樣 我們來用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 那 另外呢 這兩個講完了 我順便講一下這裡 一個縮圖頁 縮圖頁跟我們 待會要講的很類似 就是我如果今天我在這邊 好,丟一個進來 我這個把它關掉 開一個新的 好 丟一個進來 好 你看這裡有縮圖頁 應該縮圖頁不用了 直接新的編輯就好 你可以選擇怎麼排 有沒有 看你要怎麼排 這裡呢 有蠻多種排列的方法 好排列的方法 你可以選擇看看你要哪一種 如果你要 像這一種的 我就把它按OK 那麼你就可以把你的照片一丟 丟 丟 看你要哪一個就把它丟進來 把它丟進來 那你一定會覺得奇怪啦 這邊 這樣可以拿出去看嗎 不行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 你點到它之後 右上角這裡有沒有一樣的東西 好,所以你就可以稍微在上面這邊調整一下 有沒有 那這一張 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它已經 轉彎了 所以你必須要 這個 要把它來這邊 做一個旋轉 如果你在下面先轉的話就比較方便 好 什麼叫在下面旋轉 如果說你知道這一張我是 直拍的 對不對 那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旋轉 我就先轉啦 先轉好再怎麼樣 丟上來就好了 有沒有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比較方便就可以來這邊調 那你在這邊調的過程裡面 不要忘記了我們這些什麼 它送你的圖庫 也是可以拿出來用喔 有沒有 這邊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你要打字啊 有沒有都可以一樣 可以加進來 都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你就可以把它做輸出 所以這個是 因為剛好上禮拜有 有幾位同仁 或老師有上的 我就先稍微提一下 沒有上的沒關係 因為我們也有限上的 對不對 有上沒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還可以再學起來 好,所以我先簡單 稍微提一下說 他們之前上禮拜是這樣 去玩影像的一個處理 因為Photocab也是免費的 花可以變顏色嗎 花 可能不行 你要變的話 它只能變就是 透過影像處理去改變 基本顏色而已 它可以做混色但是 可能沒有辦法 做到您要的那個效果 我知道您要的是 類似像Photoshop 要做一些 顏色轉移它目前不行 它有濾鏡 比如說你要變成這樣 有沒有 像我要黑 比如說這一張可能很久去過的 我可以幫他加一個泛黃照片 有沒有這樣就 有點 類似像這樣子 其實 現在這裡面的功能 很多APP都有類似的 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到 那這樣對 您有上過或沒上過這個軟體的 有沒有一些概念 它可以很好玩 它可以很好玩 好